Hello, 大家好, 我是細科廚房 看看今集細科廚房有什麼搞的 今次要試做的就是一個簡單的早餐 食材也是很簡單又方便 今次我採用了雜豆或雜菜和Hot Dog 現在馬上來看看怎樣做 先把洋蔥切粒, 不喜歡吃洋蔥就不放 你們也可以改用青蔥粒 今次我用了Hot Dog 這樣你們可以改用羊肉或是午餐肉 最重要是把它切到細小粒 在這裡吃中, 包裡一口 裡面是一口水 再吃一個洋蔥 再吃一個洋蔥 一個洋蔥 剛剛好吃 麻煩你 把材料放在一起, 拌均匀 把麵包的中間切出來 開中小火, 煮熱鍋, 就可以放牛油 或者你們可以改用這個olive oil 現在可以把麵包框放入鍋裡 這裡的材料, 就是看麵包的高度 放到大概1 3分之1的滿度就可以 如果放太滿, 麵包就蓋不下 把麵包放進去 把兩邊煎到金黃色就可以起鑊 把鞍河放在這塊的面上 泡河泡河 打至冰箱 微松刀 两个 多个 最深的 是 最深的 eri 我们是 这些 要 今天這個自由式麵包三文治多士完成了 現在我們來嘗嘗它的味道 這裡剛才有放了一些番茄醬 喜歡吃番茄醬的就放番茄醬 我們留給一些不吃番茄醬的人吃 現在我們來嘗嘗它本身的味道 很棒 這個自由式的材料不太好 今晚我們用雜豆 加上這個茄醬 再加上鹽和胡椒粉調味道 這個自由式麵包挺有趣的 很棒 為什麼我叫自由式麵包呢 因為這個配料大家喜歡放什麼都可以 配料做得比較小 放進去就不會弄得麵包那麼大 現在我們來嘗嘗這個放了茄汁醬的味道 加上多一點茄汁醬甜甜的 帶它的味道出來 真的好過癮 這個自由式麵包多士 你來嘗嘗吧 因為非常簡單做配料自由放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記得給我一個讚 還有按下這個按鈕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還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還有Facebook 還有按旁邊的鈴鈴 我新片出就會通知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Bye Bye 新手看了這條影片 就可以準備材料來試試煮了 Hoop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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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d